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是來的跑馬Di賽事 我這次少了500馬,因為沒有500馬跑 我精算了4班千8這場賽事 有一隻馬我覺得它這場 真是鼓鼓滑滑 會來了,博冷門,我就博他來做膽 在我還沒介紹這隻馬之前 幾個步驟一定要做 過了一年都不要忘記 留言、讚、分享我的影片,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看看阿彭的心意 非常好 如果你還沒做我們會員的話 就快點做,因為完美時間 大家都記得做快會員 還有,如果你們 參加了我們網聚的話 記得3月3日就是我們 網聚晚上7時 開飯 地點起尖沙咀 還沒做的,還有少量少量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 一起吃飯 開心吧 事不宜遲 立即看看我這次介紹什麼 心碎 好,這次博冷門的場次 跟大家看看 三班千八 第五十場賽事 想和大家看的馬 就是8號那隻 飛馬將軍 飛馬將軍 看到現在是橙色衣服 尾就是飛馬將軍 橙色衣服 橙色衣服 為何會選這隻馬 告訴大家 看到這場三班賽事 其實他都可以上名 在四班 他的實力上 應該是有少少少 雖然說 隻馬年紀大了 可能能力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始終 季初都在三班上名 沒有理由 其實在四班 會這麼差 另一個考慮因素 因為都是丁冠豪馬房 但問題就是 丁冠豪馬房 我覺得 到了季中的場合 都需要 給點力 努力爭取頭馬 因為始終 臨到季尾 要去計算的話 收大順風 就不太好 不過 看到這隻飛馬將軍 現在在尾尾位置 包含那隻 就是一號的戰力量 前面方頭 六號那隻 就是精彩獨立 三號那隻 就是歡欣福星 大家都可以看看 七號紅色三號 那隻天人合一 其實飛馬將軍 和蔡明紹都很定蕩 那隻馬 都是跟著馬群 比較 在後一點的位置 都是準備衝一段 但是 直到最後 接近400米入彎的時候 飛馬將軍 在蔡明紹的插旗下 開始動手 不過 相對上 另一隻馬 更加有能力 就是中逸禮騎的天人合一 贏過榜 因為真的輕飄飄 109磅 那 介紹這隻飛馬將軍 都116磅 那 季初的時候 天人合一狀態 但最後 其實他都捱得到 那麼 飛馬將軍 是跑第三 自然力量 跑第四 大家都要留意 自然力量 在最近二班 的2000 都贏到 所以這隻飛馬將軍 這次薄冷門 真是想得過 好 這場五場四班千八的賽事 除了中逸禮 有五磅減的飛馬將軍做膽之外 腳的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幾隻馬 第一隻就是 阿斑德麗的 八進小聲 這次 我覺得 機會都沒有猶豫 因為其實之前 它是千八 或者是二千二的賽事 都是上個名 上次二千二 還差一點 都偷到雞 始終這隻馬 都不算很重磅 我覺得 在這一群馬 暫時都會有少少優勢 可以選擇它 另一隻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這隻 七六月龍船快 因為龍船快 肯定的長力 就夠了 而且 貴內在 千八和六五零都上個名 沙田千六月都上個名 這些都是 在這個路程上 準性的馬 大家都可以留意 最後一隻 大家一定要看實的 就是這隻 老人家的 加洛飛驅 加洛飛驅 這次五檔 123磅 是少禮奇 其實它在 今季 沙田二千都贏過 上次 六五零 都是 有追劇 走上來 相當之厲害 所以這次 跑回千八 我覺得 有機會偷一下雞 所以 大家不留意它之下 它是鬼鬼祟祟 來的 今次 推薦一下選擇 應該有些 分頭的馬 就是 飛馬將軍 做膽 腳拖 白樽小聲 龍船快 加洛飛驅 好搭檔 阿板一樣 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記住 大家 看完他們的貼士 這次應該很棒 希望大家 在龍年第二次 快樂局賽事 一起贏